王晉邦 下一位是王晉邦先生 多謝主席 讀卓文在香港成立背景就是2003年 即是7月後 言論自由可以收窄 因此成立一個團體 我們覺得版權條例 再一次危害香港僅有的言論自由 香港的廣播業的發牌制度 已經被商業的財團去控制 其實互聯網是不少小市民的突破口 獲得了主流以外 得來不易的傳播和分享的空間 其實那些所謂的惡搞 很多都是斟貶時弊 就是小市民參與政治活動 和公眾生活很重要的渠道 我提到的那些惡搞 其實很多都是非牟利的 就是香港公民社會很重要的 文化資產和動力 但是這個版權修訂條例 就反其道而行 就是以保護版權持有人的 尊有傳播權利之名 就打算禁住一切創作和惡搞 其實這條條例 其實是無視了很多惡搞的性質 和環境和它的價值 剛才有一些朋友說得很清楚 就是市力加都是惡搞的 那條例通過了之後 政府會不會控制電影公司 那肯定不會的 所以這條例是 只許大公司惡搞 不許小市民惡搞 這條例很明顯是遷就大集團的利益 就是它討好電影公司 唱片公司 其實是以非政治的理由 行政治打壓之手 那所謂的安全港的面責條款 其實只是為了清洗網絡 原諒空階的異議聲音 那其實立法之後 這個環境會很惡劣 因為其實它不需要真的去控告那些人 因為那些唱片公司 或者那些電影公司 它很多律師團 很多錢可以去做很多手段 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不斷地發律師信 給一些 例如YouTube 或者Facebook 這些互聯網的供應商 當然供應商為了免責 所以它可能根本未去到控告 或未去到法庭的程序的時候 其實那些供應商已經將內容移除了 那些大小市民就沒有同樣的權利 它不可以抗辯 它也沒有那麼多錢去請律師幫我們辯護 所以我們獨立民體香港有意要求 就希望更多豁免的條款 包括那些衍生改造和惡假諷刺 其實應該保護 這個是香港社會很重要的文化 亦都是香港社會表達政治很重要的工具 另外修訂條例的過程 其實政府或者立法會都應該 不要那麼容易給一些版權持有的人 那些集團去左右 應該令更多公眾和網民都應該可以參與到一個諮詢的渠道 多謝主席 下一位是李世昌 多謝主席 我們今天很失望張處長本人就沒有來到 但不要緊我帶了他老友過來 那張處長為何我今天特別帶了他老友過來呢 因為其實在整個制定這個修訂寵案方面他很關鍵 因為他最多說他否定了二次創作 他說二次創作是沒有資深原創者之下 就複製甚至惡搞 是對其他人很不尊重 但是二次創作根本就不是那個複製品來的 很明顯 張處長根本沒有做好份工 去搞什麼叫做二次創作 但是不要緊 二次創作其實本身都是創作人 他們基於對創作的尊重 他們願意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規矩 例如不得引人以為是真事 或者抵毀惡搞的對象太嚴重 或者是謀利的 政府就口口聲聲說 不是打壓二次創作 不是打壓惡搞這些網上創作 但是張處長 好像剛才潘先生他引述這樣說 他說這些是叫做這個 撒損性處理和精神方面的感受的傷害 但是不好意思 知識產權署網頁是沒有講過這些東西 而他說的東西 只不過是在表演者精神權利那裏就說 這個是賦予聲藝表演 即現場的一些聲音表演或者記錄那裏 就是用得 但是我們發覺這些條例的字眼 已經出現了在92 括弧2和括弧3的修訂條文裏面 出現了這個字眼了 那是不是就是以後 從親我們作一些損害表演者的聲譽扭曲 角列改動 但其實沒有的 情況之下 只要我們沒有版權 就是辦法 其實有錢買版權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沒事了 不好意思 我們根本很窮的 這幫網民 我們這幫人很窮的 哪有錢買 那現在是否叫做指許 大商家就撒損 那我們這些小市民 就沒有權力去搞呢 那為什麼政府要去搞那麼多動作呢 大家看到那些網上創作 大部分都是講那些官啊 那些建制派議員啊 那樣 我先說聲不好意思才透視 那今天我走上鏡 我沒有心無法議會的 但是現在的比方罪真的幾難入的 但是安全港不同了 只要呢 出了一句聲 一個小時之內 麻煩你馬上刪掉了它 那些網絡工業商就很怕死的 那沒辦法啦 唯有刪掉啦 加上古惑天王那件事 大家知道網上一放上網 就廣泛流傳 刑事坐得監的 加上就是說 我們搞二次創作 準備去坐監 所以我們現在放在桌上面 是叫網絡二十三條 將處長已經一錘定音 將二次創作定性了 做一個侵權的懷疑 但是實際上 二次創作是不是侵權 仍然存在爭議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 撤回這個草案 澄清自己的言論 和重新如何處理這個二次創作 進行充分諮詢 另外 我剛才不停拿索選性處理 其實我在惡搞的 應該叫扁選性處理 但是在那個hyperlink 那裏 知識柴團署的hyperlink 他已經打錯了兩次 所以我們希望從善預留 改正他的錯誤 多謝你 張署長 下位是高全勇先生 主席 主席 很多人說 2011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是二十三條 李先生 麻煩你把你的老友收起來 好 高全勇先生 你把他放出來 OK 先把他放進去 好 很多人說 2011年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是二十三條 扮魔爪 香港同仁組織及創作網絡 下稱TOWN 但暫時就不評論 這些政治陰謀論 但即使修訂條例草案 是沒有任何政治陰謀的話 當然為草案對香港的藝術創作 產生極大嚴重的阻礙 尤其是對由日本全都世界 包括香港在內的同義文化 簡直是將這種有法 藝術創作的文化 完全勃殺 所謂的同義文化 就是將一些商業漫畫中的人物 作為基礎進行疑似創作 而這些疑似創作 和馮天思先生 剛剛回避的問題 是可以和創原作是完全無關 所以和人不一定創作 不可以不一定創作 是簡直是原創 在草案推出的時候 知識產權血書長 張錦斌先生 竟然指錄為馬 將惡搞這種疑似創作 仍然為貶選性的處理 丹就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請問張署長的常識去到哪裏 為何不留意外地立法機關 就疑似創作的反應是怎樣 丹就搜尋過不少外地 包括日本 美國 英國 西班牙 這些是立法機關 就疑似創作的反應 結果令人對香港政府 疑似創作的反應感到非常震驚 莫乃光先生剛剛完全沒有說過 其實沒有任何一個家俗 疑似創作提出任何立法規管 因為他們認為疑似創作和商業利益 並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即使直覺識字都只是一個間接關係 香港是 香港竟然是世界上第一個打算立法規管疑似創作 一個有香港東方之珠的美裔城市 政府竟然將文家藝術創作和商業利益 完全是難以自信 同仁創作 可以是個人身份 或者是一班志同學的人組織進行創作 方便交來擴作和應搞 有些商業志的作家團體 是直接是由同仁社團發跡的 而且同仁作品不同 因為同一個商業作品是沒有直接關係 可以在市場出售 但是和本會最關鍵點就是 有些作品是透過網集發表 我今天帶了一幅公司公司公司的卡片遊戲 以及它圓著 讓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我們來說 同仁創作是完全無雙大瓦的 但甚至這些圓著 成人化都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我手上都有一幅 不過這裡不太方便展示出來 好,謝謝你 下一位是林志健先生 OK 好熱啊 先來 先說一說 這是我老友 這樣呢 主席 就是這樣的 其實所謂這些版權修訂 其實都是政府再一次去太保機制 站在道德高地裡面 是誤導我們市民 因為呢 你說到侵權當然是很道德的 但是又不說當中的內容 是會有什麼 令到市民會感到白色的恐怖和恐懼 其實說到最尾 整個話說 侵權保護創作人 但是事實上是什麼呢 我們的作曲家 填詞家 是不是收到利潤呢 不是啊 原來是一些大賬面公司自己收了 根本上跟他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說到好像 怎樣去維護他們的利益 說到最尾 又是一種地產霸權的另一種衍生 好了 講回了 我們最恐懼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政治的諷刺 是變成入罪 變成一種的刑事犯 其實全世界 你看台灣 你看日本也好 甚至美國 這個政治諷刺 其實都是可以豁免 是無需要政府的監管 這是尊重我們每個人的 一種的對政府的一種的批評 你們是不是恐懼呢 請問政府 因為無論2003年 2007年 或者最近都好 種種的政治諷刺 是令到更多人去上街遊行 我們看到的 是政府的恐懼 政府恐懼兩件事 恐懼人民上街 恐懼這些大財團的壓迫 所以要立法 請問我這件衣服 唐英年 那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呢 有沒有人可以解答到 如果立法之後這些 會有什麼的效果呢 現在擺明就是諷刺唐英年了 這些威嚇 令到小市民 是無所動應 但是 我們這些網絡自由關注組 其實是由很多網台和網絡組織組成的人 我們並不恐懼 我們過往的福家 始終有你 幾年前 有小提都創作的2012 因為我們是準備好 其實更好 政府的版本 唱得更Hit 政府的版本 其實你應該要多謝我 給我錢才行 再說 今時今日 你所謂的立法 又是再一次 自己是 瓜田理下 讓大家想起 這個網絡23條 再一次 令到政府的民望 和曾蔡權的民望 繼續跌下去 因為是你們官員害的 不過如果你打算害他 我也多謝你 但如果我們再說下去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各位市民也好 各位議員也好 我們準備會做一個 建黨委業的惡搞版 就純粹挑戰你們的法律 我們歡迎市民 一齊集體創作 建黨委業 是建黨委業 我們一齊 是創作 這個電影惡搞 令到市民知道 這個惡搞條例 就真是一堆 非常惡的惡法 讓我們感到 我們的言論自由 是進一步收集 所以我就會再多謝 陳鑑林議員 給我們很多 無限的創作過往裏面 不好意思 我經常用這個操作卷 這位是姚仲康先生